皇宫和正规军去作战 你弄了一帮乌合军 和正规军去作战 这能打赢吗 动用兵力不合情力 第四 动手的条件不合情力 其实韩信动手的最好的一个条件 就是刘邦出京 刘邦一离开京城 韩信就可以动手了 结果刘邦离开京城了 你不动手 还要和陈希书信来往 陈希在外地 你在京城 你要派一个使者 那个时候很不容易 不像今天 发个电子邮件 打个手机 发个手机短信 当时要派人骑着马 带着书信 这些信使万一在路上被刘邦截住了 看到密件了 那怎么办 都不怕走漏消息 像在京城谋反这种事情 可以说是要见不容发 怎么能够靠这种工具来传达一个命令 很不可靠 第五 诸杀韩信的过程不合情 因为韩信怎么被杀了 骗他入宫 骗到就绑起来 绑到就立即就杀 缺了什么 缺了审讯 最重要的是缺了查证 韩信不是和他的手下的人商量吗 那你把他手下的人抓起来审一审 谁主谋的 谁出了主意 他手下的同谋一个不抓 一个不审 一个不调查 韩信一进去就绑起来 就拉住了就杀 有这么杀人的吗 像这样的杀人 是谋反 还是谋害 所以 不同意韩信谋反的提出来了五个方面的反驳的理由 说这不是韩信谋反 这是刘邦给吕后两个人男女双打 要杀韩信 所以这叫谋害 这不叫谋反 关于韩信有没有谋反 可以说是公说公有理 婆说婆有理 这两派的观点一直存在着分歧 那么在观点交锋和冲突中 哪一派的观点比较可信呢 韩信到底有没有谋反 王立群老师的观点是什么呢 我来介绍一下双方交锋的时候怎么说的 第一 为什么找陈希 我们不是说陈希 来向他辞行 他就给他商量谋反了 他怎么说了 陈希第一受信任 第二 手握重兵 一个深受信任 手握重兵的将领 你去复任就得了 你临走之前干嘛非去找那个韩信去辞行呢 你明明知道韩信对皇帝那么不满 你找他辞行 辞行的本身就说明你想和人家联手了吗 而且 而且陈希受刘邦信任 韩信 哈他联手 刘邦不会怀疑 韩信要是找彭月 要是找秦布 这些九经沙场 手握重兵的诸货王 已经被刘邦严密的盯入了 韩信一找他们 那刘邦马上就知道了 所以找陈希 刚好符合情理 找一个刘邦最不容易怀疑的人 最容易成功 这是反驳的第一点 第二点 守握重兵不反 守一兵一卒却反 为什么 很多人就抓住这一点 当年他不反 现在他反 这不合道理 其实大家忘记了 当年不反 是因 现在反 是果 他俩没有因果关系 这个因果关系 有两种因果 一种叫必然性因果 一种叫豁然性因果 必然性因果 是一个因 只能推出了一个果 比如说 他昨天 骑摩托车 使劲摔了一下 因此 他今天走起路来 一瘸一拐的 这个可以值得相信 骑个摩托车 重重了摔一下 今天还是剑步如飞 大家不相信 这个因果就是 这个因必然产生这个果 这个因果有必然性关系 当年不谋反 现在 会不会反呢 两种可能 当年不谋反 现在还不反 当年不谋反 现在反了 是不是有两种结果 当一个原因可能引发两种结果 这叫豁然性因果 我举的头一个例子 叫必然性因果 这叫豁然性因果 你不能说 他当年没反 所以他现在他不会反 那不一定 当年不反是当年 现在他反不反是现在决定的 他现在可能反 也可能不反 一个因可以推出两个果 这叫豁然性 所以说 拿当年不反来推翻今天的谋反 这个在情理 逻辑上说不过去 第三 手中无一兵一族 手中无一兵一族也不是否定韩信谋反的充足的理由 韩信一生打仗 他一向是以少胜多 出其至胜 你看韩信的战 打了仗 明修战道 暗渡陈仓 还有景行之战 打那个龙居之战 每一次他都是以少胜多 出其不易 他虽然兵少 但不一定说 他兵少就不能够把谋反做成功 这是第三点反驳的 第四点反驳 韩信这么机密的事 他给陈希两个人商量这么机密的事 只有他两个人知道 司马迁怎么会知道 司马迁怎么窃听到这个消息的 所以不相信吗 这个不奇怪 史书中间记载两个人密谈的事情多了 没有第三个人在场 我们经常说 这个言不过六耳 四个耳的 这就是两个人 六个耳的 那就三个人在场 那就肯定会传出去了 但是即使是两个人说 史书只要有明确记载 你也不能够贸然的推翻他 第五 抓捕韩信的手段 你看吕后怎么抓韩信的 假如韩信没有相当的准备 那吕后抓韩信太容易了 那韩信不是就是一些奴仆吗 家里就一些家人 家臣 那很简单 吕后调一支正规军 把韩信的侯府一包围 进去到了把府里边 把韩信抓起来不就行了吗 为什么不去抓捕 说明韩信已经做了相当的准备了 不敢轻易的那样去抓捕 而是用诱捕的方法 而不是用抓捕的方法 最后一个彭越传 我们现在还没讲到 彭越传明确记载 彭越谋反是冤案 是吕后指使彭越的手下 无告彭越谋反 写得非常明确 假如韩信谋反不是事实 那么司马迁为什么在彭越传 把彭越的谋反写成是个赤裸裸的冤案 明明白白的冤案 为什么韩信传写的是明明白白的谋反 那只能说明韩信确实是反 所以这样一来 两派的观点反复交锋 我介绍了两派的不同观点和他们的依据 还有两派的论战的一些主要的观点 大家可以自己取舍 就我本人而言 我比较倾向于韩信在最后关头确实是谋反了 他第一次被抓是冤案 他没有谋反 但第二次在京城和陈希 他联手确实是谋反了 这样解释的可能比较更合乎历史事实的记载 当然大家有不同的意见 还可以继续发表 那么我们下面还要回答一个问题 为什么那么多学者都不相信韩信谋反 都觉得韩信冤枉了 我觉得大体上有这么几个 第一韩信的功劳太大 第二韩信死得太惨 功劳那么大 死得那么惨 第三韩信确实被冤枉了 在楚王的位置上第一次是谋反是被冤枉了 第四韩信的军事才能太出色了 第五刘邦杀了不止韩信 杀了一批诸侯 所以人们根据这五点来判断 一般人都会倾向于韩信没有谋反 韩信作为一代名将 最终还是死在了西汉政权的屠刀之下 确实很可惜 有关韩信之死 还有几种非常有代表性的说法 这些说法影响很大 这些说法有哪一些 他们有没有道理 请看下集 死因之变 谢谢大家 在刘邦建立大汉王朝的过程中 有一个人鞠躬至尾 他就是韩信 凭着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 韩信暗度陈仓 永定三秦 直至该下一役 打败项羽 为西汉王朝的创建立下了奇功 是西汉开国第一功臣 然而这位军事天才 却被刘邦局后 以谋反罪杀害 最终如同一颗璀璨的流星 消失在茫茫天际 引来世人无尽的铠叹和猜疑 是什么原因导致了 韩信被杀 是他功高震主的威名 还是他桀骜不驯的性格 后人关于韩信被杀的原因 都有哪些说法呢 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 做客百家讲坛 为您讲述系列节目 大风歌第39集 死因之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